极寒大雪暗映 东风航天城30年来 首次迎来发射回收双任务 在第二个方面 就是神舟15号刚刚发射 整个的设备状态 要及时转转到行事室的返回 精确入轨 精准返回 中国空间站上演太空大还原 开启全天后 有人职守新模式 尤其是这次任务 我们还是第一次出现了 两个航天人在太空大还原 不可能会失的情况 这次我们是6名航天载轨冲坐 11月29日至12月4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迎来历史高光时刻 创新北京记者 新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与航天一线工作人员 一起迎风雪 占岩寒 现在已经到达了神舟14号 小汶桑到点 小汶桑就距离我 大战40米左右的地方 送十五 迎十四 天地大往返 创新北京 即将播出 2022年11月21日 晴空万里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载人航天发射场 迎来了长征二号F-15运载火箭 与神舟15号船舰组合体的垂直转运 随着火箭顺利转运至发射架 长2F-15随即进入了新舰测试 等发射前的准备环节 看似发射流程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寒流正在慢慢地向发射场靠近 十一月二十四号 发射场天气骤变 狂风伴随着大雪 拍打着火箭发射塔架 这个雪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可能跟同事里的雪不太一样 这个雪带有一点小冰茬 被这个风扒到脸上 那就跟小刀拉一样 真的 冰炸吧那是 冰炸吧 对 打冰炸吧 对 而且 气象是影响任务进程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载人航天任务设计面广 工作计划性强 每一步都要严格按时间节点运行 因此 我们需要对任务一周内的天气变化趋势 进行一个预测 并在发射前三天 对地面风 高空风 气温 等可能影响发射的天气状况 进行精准预报 今天上午从早上八点多开始 家住队员就已经对火箭进行了燃烧季的家住 家住队员正在对上午所用的家住管道进行清洗 可以看到现场的家住队员 其实穿的衣服很少 外面除了一层防护服以外 里面的衣服是很单薄的 我不知道镜头里能不能看见 家住队员身上刚吃的水 就已经结成冰渣了 现在的气温 天气预报显示是零下11度 可以说在这种寒风凛冽的天气 进行对管道的清洗 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件工作 根据气象预测 神舟15号发射当晚 航天城的温度将低至零下20摄氏度 为了防止低温给火箭各电子元器件 带来致命运患 发射架回转平台内的空调 满负荷运转 为火箭在升空前提供了安全保障 我现在已经来到温天阁 一会儿即将开始 神舟15号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 女士们 先生们 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15号 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主情况 指令长 费俊龙 今天我能够再次为祖国出身太空 我感到非常自豪 无比激动 乘主航天员邓清明 无论年龙多大 能够被祖国需要 就是最幸福的 谢谢 乘主航天员张璐 十二年 树心夜魅 十二年 木雨金霜 十二年里 有一个信念 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那就是飞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 八点十四分 距离黄天员出生仪式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可以看到我身后记者席 已经人潮涌动 一边头 总组委员成功 我们奉变之前 神刀十五号 第二任合体的员工 第一任务 准备完毕 新子盛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被禁走 航天员邓清明 航天员张璐 出发 是 敬礼 敬礼 社群 老子 养 秒 大家 Ana 麻烦 绝对牌却 恭喜 我们一定 要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晚十一时零八 搭载着神舟十五号 长征二号航摇十五运载火箭 顺利跌落升空 大约用了小时后 飞船和空间站成功变集 神舟十五号飞船发射任务 是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最后一次载人飞行任务 在这之后 我们空间站就要转到 正常的运行阶段 所以这次任务来说 是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收官之战 意义也非常重大 尤其是这次任务 我们还是第一次出现了 两组航天员在太空挥尸的情况 这次我们是六名航天员载轨 动作 所以我们发射场来说 对这次任务高度重视 就在大家沉浸在神舟十五号 发射成功的喜悦中时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 却整个袋袋 他们正在为五天后 神舟十四号的返回任务 做着紧张的准备 本次搜救回收任务 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东风着陆场 第一次在夜间进行返回舱的搜救回收 为面对最复杂 最困难 最寒冷的黑夜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 已经进行了三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 最终就是为保障 以最可靠 最安全 最温暖的方式 迎接航天员的回家 以前我们的飞船发射 和返回中间间隔时间是很长的 起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但是这次呢 我们的发射和回收 是同步组织 同步实施的 这样对我们的发射场来说 我们的任务组织的过程中 就面临着任务交叉的情况 就是在全力准备神舟15号 发射任务的同时 也要在积极地开展神舟14号 飞船返回的搜索救援演练 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月1号的下午4点45 我现在来到了本次演练的集结地 即将在我身后举行的就是 本次神舟14号搜救回收任务试诗大会 此次试诗大会也吹响了 神舟14号搜救回收任务出发的号角 随后神舟14号返回第三次综合演练 拉开帷幕 本次演练对神舟14号成组返回 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年应对任务的形式特点是 低温和还有一个夜间 首先是我们在装备上 在装备上做了一个改动 首先我们对照明设备和一些照明的装备 进行了一些调研和采购 然后这个低温的话 我们主要是对设备上 设备的一个低温环境进行的测试 确保这个设备在零下20度 到零下40度的这个温度区间 能够正常工作是这样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月4号下午4点 我现在还在东方航天城里 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出发前往集合点 然后现在呢 弟弟非常天心给我们准备了晚饭 因为这次任务比较晚 在夜间举行 所以这次任务对于航天搜救队 以及对于航天员来说 都是非常具有考验的 现在媒体的车已经到门口了 我们现在准备上车出发 出发 新闻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20公里的集结地 可以看到现在三辆一间一保车 也已经就位了 现在我们正在这里面等待飞船 拖完大底之后 才会从这里出发 为了保证车队的安全 为了让航天员返回地球后 第一个落脚地更为舒适更为温暖 一间一保车便能尤为正常 之前的航天员 从返回舱中出来之后 就会上一间一保的直升机 而现在不同了 现在我们有了一间一保车 三位航天员一人一辆一间一保车 空间可以说比原来大了很多 自由程度以及舒适程度 也是原来不可比拟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间一保车 非常醒目的四个大字就是 欢迎回家以及边上的 最可靠最安全最温暖的航天港 咱们这个一间一保车 是做什么用的呢 主要是迎接航天员回家 有医疗救护的功能和一间一保的功能 给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里面 特别特别暖和 而且温度湿度都很舒适 我们设定了有两个空调 还有一脑空机 脑空机我们可以试一下 可以感受一下 暖风机是可以调温度的 目前我调的温度还不是很高 22摄氏度 刚才老是说 这个现在暖风机只有22摄氏度 但是我手放过去 已经感觉非常非常暖和 而且这个出风量还是很大的 在这边身后还有一个 航天员座椅 航天员座椅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可以调节的 也可以旋转 也可以调节靠背 然后我们还看到 这边上面还有一排柜子 这些柜子都是来做什么的呢 上面目前柜子现在是 您能目入眼帘的 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红色卡片 一种是蓝色卡片 红色卡片呢 主要是用于急救模式下用的 蓝色卡片 主要用于一间一户的模式下 可以用的 可以说我们这个间 一间一保车的后舱 已经是为航天员 可以在戈壁里面 做到最好的环境的保障 对 可以用于身体舒适性的保障 对 上了一间一保车 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了 应该它里边的设备非常齐全 是一个移动医院的模式 所以呢这个航天员主要在里边 要适应地球重力 长时间它也需要补充营养 还要吃一些喜欢吃的食物 两分钟后推返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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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好的 长城报告 推返分离 推返分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测控大厅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一会儿就可以呈现出 神舟14号返回舱的 全部返回过程 开始发现无疗 从画面看 返回舱已经公布大级舱了 公布大级舱叫进入黑帐 公布大级舱的黑色五分钟 这五分钟当中 地面也收不到返回舱的信号 返回舱的航天员 也收不到地面的任何信号 这是危险的五分钟 雄雄分队已经出发了 正在往落点飞去 所以明显看到这个亮点射出一道光线 这个一定就是雄雄分队 按照理来说 现在应该是可以看到返回舱 后面拖着红色的火焰 非常非常正好 像一道流星一样 神舟14号返回舱滑过天际 就像流星一样 在空中滑出了一道美丽的火焰 与正在上空经过的 中国天宫空间站同框 天文爱好者用相机 在新疆的南山天文台 拍下了这一绝美的合影 极寒大雪暗映 东风航天城三十年来 首次迎来发射回收双任 在第二个方面就是 神舟15号刚刚发射 整个的设备状态 要及时转换到行事室的返回 精确入轨 精准返回 中国空间站上演太空大还原 开启全天后 有人职守新模式 尤其是这次任务 我们还是第一次出现了 两种航天在太空挥尸的情况 这次我们是六名航天载轨通舵 11月29日至12月4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迎来历史高光时刻 创新北京记者 新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与航天一线工作人员 一起迎风雪 战延寒 现在已经到达了 神舟14号 转运航高点 转运航就距离我 大概40米左右的地方 送15 迎14 天地大往返 创新北京正在播出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防热大帝已抛 能听到县长说 戈尔大帝尾一里往后抛下来 这个戈尔大帝是用在 穿越黑帐的时候起一个保护座 给防御座起保护座 抛掉大帝以后 就露出了四个反推火箭 这反推火箭就是被落地使用的 好 根据刚才通讯车的消息 应该是防热大帝已经抛了 现在通讯车也已经出发了 所以正好 马上就动 好 走走走走 哎呀 走啊 古今熊银宝购 空中温度 向返回船 稍后飞行 赞到晚地 可以看到我们车窗上已经起雾了 现在 起温在零下十度左右 赶回船头路 赶回船头路 从现场的热热掌声 咱们能感觉到 这个航天员已经安全着陆了 现在就等开舱首 开舱 搞好动 搞好动 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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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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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起 再飞起砲 再 飞起砲 好 现在 已经到达了落点 前面从画面中看到的点点金光 就是 落点位置 这边就是返回舱 返回舱 成青岛状态 由于返回舱内的气压 远大于舱外气压 就像是一个高压锅 舱门会被大气压 死死地摁在返回舱上 因此开舱守在开舱前 需要平衡舱内外的气压 才能将舱门顺利打开 好 往这边行 好 慢点啊 跪点 好 祝贺你们胜利凯旋 谢谢 见到你们太高了 神州十四号报告 已经安全着陆 动摇感觉良好 动凉 感觉良好 动三 感觉良好 好 现在已经到达了 神州十四号 散开舱坐点 散开舱就距离我 大概四十米左右的地方 现在等待三位航天的出舱 现在动摇号航天员陈东的座椅 已经搬至了反围舱前 正在组织动摇号航天员陈东出舱 啊 陈东已经出来了 动摇号航天员已经从反围舱内出舱了 我们像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海报 我为伟大祖国赶到 骄傲 四位处置员准备将成东 舱 返回舱天 运送至一间一保舱 然后可以看到成东状态非常好 现在四位处置员陈东已经转移至了一间一保舱 现在动两号航天员刘阳已经被四位航天中心的同志 从航天抬出准备抬至航天坐椅上 回到祖国的怀抱很踏实 很安心 见到亲人同胞很激动 很亲切 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我们在动三号航天员太续桌 也已经从舱中出来了 这位同样也就是四位航天员陈东的同志 准备将动三号航天员太续桌 台风至航天坐椅上 首次六个月的飞行 星河灿烂 一览无余 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太空家园 这一次返回非常顺利 返回舱难落点精度非常高 地面车空通行系统预保的很高 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都按照一新设计的方案 及时的感到现在非常顺利 这一次 这是返回到东风拖累厂的 跟以往不一样 主要有这么几个人 一个是冬季 第二个是在以往 再第二个发现就是神舟15号刚刚发射 整个的设备状态要及时转换到神石 神石系的返回航天员 这样有个过程 我们现在来到返回舱的后部 可以看到有很长很长的拖拽的痕迹 看到地上这块有两个大坑 这个两个大坑距离返回舱 有十多米左右的距离 这两个大坑就是返回舱 两个反推发动机 为返回舱进行软着陆 所产生的两个大坑 这两个大坑也就是神舟14号 返回舱的落点 您也能看到的就是 这缘坑比较深 这缘坑比较浅 所以明显感觉到就是飞船下来的时候 就是往现在飞船所倾倒的方向 所倾倒的 看到这里就是反推发动机 刚才那两个大坑就是这个两个 以及上面那两个 这两个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很粗的绳子 这条绳子 这条绳子就是散绳 很粗很粗 然后上面连接的就是散舱 现在老师爬上去 需要去收一个天线 这个里面就是散舱 现在近距离接触到返回舱可以看到返回舱表面 隔绳图层一巴就掉了 已经完全收缩了 一年 已经重沫了 一年 一年 好 现场的工作人 还在对返回舱内的物资进行清点 接下来 接下来 好 我再拿这个 还是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样子 还有最后一个样子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是沉舱十四号 飞舱所带回来的一些载荷 现在正在提取载荷 好 现在 沉舱长沉东的一间医保车 进行动身 准备将航天送入一间医保直升机 沉舱长沉东已经从一间医保车上 被四名现场死人抬了下来 现在要走入一间医保的直升机 之后乘一间医保直升机 飞到顶心机场 之后乘专机 返回北京航天中心 好 现在已经距离飞机 有个200米左右的距离 这架飞机已乘坐的是 洞悠澳航天员 沉东 正在灯缸 刘阳和蔡旭阁所乘坐的 一间医保直升机 已经从东风转路上起飞 现在直升机已经准备起飞 伤心中接下来 伤心中接下来